而在星期禮的會場外面大批示威者集結 學民思潮就成功入場觀禮 學民思潮召集人王之鋒和多個成員 排隊入到金字經廣場觀看星期禮 他們成功入場 他們之前計劃在場內墨站示威不會叫口號 而在金字經廣場外的一段會議就迫滿了示威者 鄭文年也由灣仔來示威 他們在警方防止外面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台 警方加強戒備 秩序上算良好 未來的佔領會否持續 其實不應該問佔中三子學民思潮一話學聯 全香港700萬人唯一一個能夠決定 街頭佔領會否持續的人 那個人叫做梁振英 只要他接納我們的訴求 問責下台也是撤回人大決定的話 相信市民自然會停止佔領